侯友宜刚结束长达12天的市政 总咨询尽管丽云是议员 炮神龙龙但侯友宜正面迎政 阐述对市政及治国理念的报复 国民党下周三就要公布总统参选人 一份最新的民调出炉 侯友宜支持度42.1% 郭台铭支持度29.4% 双方差距高达12.7% 传出朱立伦友宜和两位人选会面 而党中央也在征询 县市首长和立委的意见 据了解有高达20位立委都表态挺猴 我支持侯市长 我认为他是我们国民党最强的母鸡 不管于公于私 我支持侯友宜 侯友宜以四成二的支持度 大幅领先郭台铭是否征兆能选 呼之欲出 侯友宜近日也频频提到这个重点 被解读是已经做好准备力拼总统大位 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安全 两岸能够和平 人民安心才会安定 反观赖清德不断曲解 九二共事抹黑说美主权的和平 并非真正的和平 极力主张台湾得买武器 提高自己的力量 才能让大陆不敢轻举妄动 一份泛律最新的民调 却显示20岁以上的国人 有超过四成七的人 都不乐见民进党 2024继续执政 显然不少民众对抗中保台 并不买单 民进党现在正在逼着年轻人去上战场 赖清德唯一的一招 就是不断地去 煽动两岸之间的仇恨 名嘴之言 当民进党还在贩卖芒果干 而国民党则希望两岸和平交流 是要战争还是和平 白信2024恐怕得做出选择 继续线红路需过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